在《水浒传》中,提侠这个词经常出现,最经典的便是鲁提侠拳打正关西,此时的鲁志申便被称为鲁提侠,因为这是他的官职,梁山108位好汉中并不是只有鲁达一个提侠,还有三个人当过提侠呢。 但是为什么说梁山上的四个提侠都并非是真正的提侠呢?真正的提侠是谁?梁山上最著名的提侠便是当年三拳打死正关西的鲁提侠,鲁提侠原名鲁达,之前也曾打过仗,跟朝中的一个老官员有点关系,因此就让鲁达做了提侠。 鲁达这个人,平日里就爱打抱不平,遇到看不顺眼的事,必然得上去闹一闹,提侠究竟是个什么官,《水浒传》里并没有给我们解答,因此我们只能试着自己来分析了。 当初鲁志申第一次出场,便是在华音县的茶馆里,当时九文龙史晋正在茶馆歇息,因为他赶着去寻找自己的师父王健。 史晋刚在茶馆落座,小二赶紧提着茶壶就过来了,如果想在这城里寻人,茶馆这个地方是必来的, 史晋正跟小二打听王晋王教头的下落,门便看到门外进来一人,此人绑大妖元。 一副军官模样,一进门便招呼小二,史晋连忙拦住小二,询问他这位是什么人,茶馆的小二回答道, 此人正是这卫州经府里的提侠鲁达,您要找的这位王教头,很有可能跟他认识,去问问他也行。 随后小二便去招呼其他客人了,史晋看鲁达是一身官兵模样,可见提侠应该是将军队里的武官, 最后史晋便和鲁达交上了朋友,二人经常在一起,后来在史晋的引荐下,鲁达又认识了打虎将李忠, 三人经常在一起喝酒闲聊,这天,三人正在饭店里喝酒,突然听到一阵哭声。 鲁达第一个便冲了出去,找到了正在哭泣的金氏妇女, 当得知是一个名叫郑关锡的屠户欺负人时,鲁达火气更大了,他很想现在就冲过去打死这个恶霸, 但是李忠和使劲拦住了他,三人凑了一些盘缠,给了这对妇女,让他们出去躲一躲, 然后鲁达便去了郑关锡的肉铺,鲁达对这个欺男霸女的屠户没有一丝好感, 但是他也没有鲁莽到直接开打,鲁达先是用买肉的理由故意找茬, 让郑图对他先动手,然后鲁达才还手,这是正当防卫。 但是鲁达实在是生气,铁锤一般的拳头锤在胸口,郑关锡当场见了阎王, 鲁达说他是炸死,趁机逃走了,后来在别人的介绍下, 鲁达上山当了和尚,以此来躲避官兵的追捕,他既然成了犯人。 自然也就不是真正的提侠了,但是由于鲁达之前干的事太过出名, 人们还是习惯于用提侠相称,比方说后边宋江都被分配了, 张顺还是叫他宋鸭司,在《水浒传》里,最惨的好汉是哪个, 那肯定是林冲,那最倒霉的是哪个,那肯定是杨志了。 这两个难兄难弟,总是被坑,根本没过上几天正常日子。 杨志本是杨家将的后人,还曾经考中过五举人, 小时候只因脸上有青色胎记,便到处受人排挤,难以被人接受。 他好不容易考上了五举人,有了官职, 但是又接到了一个押送花石钢的任务。 本来事情一切顺利,结果在黄河里翻了船, 导致进京的花石钢全都沉入了黄河河底, 杨志觉得自己搞丢了花石钢,要是舔着脸进京负命, 那就只有死路一条,于是杨志逃走了。 后来天下大赦,杨志再次复出,想去东京找点事做, 结果杨志花光了自己身上的银子,才见了高丘一面, 还被高丘赶了出来,高丘嫌弃他脸上的胎记, 还嫌弃他之前搞丢了自己的花石钢, 如今的杨志身无分文,也无事可做, 只好卖掉自己家传的宝刀,杨志这宝刀可是当初皇上赐的宝贝。 用来奖赏他们家的军功是把实打实的宝刀, 但是倒霉的杨志又遇上了破皮牛二, 在牛二的再三挑衅之下, 本来就一肚子火的杨志手起刀落,将牛二给杀了, 民众们欢呼雀跃,终于有人将这个无赖给除掉了, 杨志此时却很失落,自己毕竟杀了人, 于是他跑到衙门去自首了, 开封府衙也是秉公办案, 认为杨志是在闹事故意杀人, 直接将其关进了死囚牢, 附近的百姓们却觉得杨志对他们有恩, 于是众人凑了些银两, 希望能救下杨志, 开封府尹也很钦佩杨志。 很快便更改了杨志的罪名, 最终杨志被判了一个过失杀人, 被赐配大明府冲军了, 开封府尹跟大明府的梁忠叔有点交情, 特意给杨志写了一封推荐信, 这封推荐信还是挺有用的, 杨志到了大明府后不仅没有受罪, 还很快便得到了梁忠叔的召见, 虽然开封府尹把杨志夸上了天, 但是梁忠叔还是要考核一下, 杨志在梁忠叔身边干了些日子, 梁忠叔觉得杨志确实是一把好手, 想提拔他一下, 但是又怕军中有人不服气, 于是便给杨志安排了一场比武。 在东郭门教场中, 杨志与副排军周景比试各种武艺, 但是周景不是杨志的对手, 周景的老师索超不服气, 要跟杨志打上一场, 索超与杨志二人在场上斗了五十多个回合, 并未分出胜负, 梁忠叔担心双方再打下去, 恐怕会出问题, 赶紧叫停, 并且将索超和杨志同时提拔, 为了管军提侠使, 之后杨志与索超成了朋友, 不过后来杨志领了一个押送生辰刚的任务, 结果又给丢了, 这次杨志丢了生辰刚, 还被诬陷是劫匪的同伙, 杨志只好再次逃跑, 在经历这么多打击之后, 杨志想要轻生, 但是却正好被鲁志生给救了下来, 鲁志生那豁达的性格感染了杨志, 于是二人又叫上了武松和曹正, 四人一块在二龙山落草, 后来又上了梁山。 而杨志在大明府的好友索超, 在梁山好汉进攻大明府时出城迎战, 后被梁山用计擒注, 在宋江的感化以及杨志的劝说下, 他也上了梁山, 所以索超和杨志二人管军提侠使的职位自然也就没了, 成了贾提侠, 最后一位贾提侠正是孙力, 当时为了救出被抓走的十千, 梁山出兵攻打住家庄, 结果连续攻打了两次, 全都败下阵来, 还损兵折降, 宋江正在思考破敌梁策时, 帐外有人前来投奔, 宋江一看, 来的人还真是不少, 足足有七个人, 这七人正是以孙力为首的登州团伙, 而这位人称并育池的孙力正是登州的兵马提侠, 他们这几人又是如何混在一起的, 又是如何帮助宋江攻破住家庄的, 这些事都与这个提侠孙力有关, 在登州有一对猎虎兄弟谢真与谢宝, 这两人从衙门接了一个猎虎的委托, 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, 伤了老虎后, 老虎并没有立即死去, 而是跑进了当地一个老太公的院子里, 他们上门索要, 这毛老太公不仅不还给他们, 反手就说他们抢劫, 谢真谢宝就被抓进了大牢, 这兄弟俩有个表姐叫顾大嫂, 顾大嫂的丈夫叫孙心, 这个孙心便是孙力的亲弟弟, 于是顾大嫂夫妇为了劫狱, 救出谢真谢宝, 将孙力骗了过来, 威胁孙力帮忙, 因为他这个兵马提侠, 在登州还是有点势力的, 于是孙力带着自己的弟弟, 弟媳, 以及孙心喊来的另一对兄弟邹渊, 邹润, 几个人合伙将谢真谢宝救了出来, 并且杀了毛老太公全家, 之后, 七人便一同来到了梁山, 在得知梁山九宫不下驻家庄时, 孙力站了出来, 他与祝家庄内的教官鸾婷玉有交情, 可以通过他进入祝家庄, 很快。 孙力便带着几人进入祝家庄, 作为梁山的内影, 不久之后, 宋江发起第三次进攻, 这次有了孙力他们的帮助, 梁山攻破了祝家庄, 将祝家庄里的人杀了个干净, 其实孙力也挺惨的, 本来自己这登州兵马提侠干得好好的, 结果摊上了这事, 一下子变成了假提侠, 在《水浒传》中的真提侠究竟是何人, 其实他就是曾投士的主人, 曾家吴虎的父亲, 曾弄, 此人并非宋人, 而是金国人, 因为他是外国侨民, 官府也不敢轻易惹他, 这才让他弄出了这么大一座曾投士, 因为有了这座曾投士, 各州的官员都要讨好他, 跟他搭建关系, 在梁山第一次攻打曾投士失败后, 青州和灵州的知府便来找过曾弄, 与他约好了合力对付梁山, 这也就是为什么, 曾投士要准备那么多囚车, 还要活捉梁山头领, 当时青州和灵州的人, 就给曾弄了一个提侠官的称号, 直接让他的曾投士合法了, 自始至终, 曾投士都是忠于官府的, 因此曾弄这个提侠官便一直存在, 最终曾投士被攻破, 曾弄也就被杀了, 不过曾弄比起前面这几个假提侠来说, 名声确实不是很大, 着实讽刺, 这一条线的称号和灵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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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